首相德马六正在越南进行官式访问 他这一次走访越南主要是希望能够强化我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 马六指出 在他和越南总理阮春福进行会谈后 两国同意在多个领域加强策略合作 并且探索新的经济机会 以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公平 昨天 首相马六和阮春福进行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 马六说 两国同意在防卫 安全 海事及渔业 教育 劳动力 以及农业领域加强合作 不但如此 两国也同意对基建 能源 高科技农业 水产养殖 运输和物流进行投资 并且探索新的经济机会 以便减少大马和越南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除了贸易上的合作 在国际课题上 马六还说 大马和越南同意 合作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问题 大马是越南第十一大贸易伙伴 越南则是大马第十三大贸易伙伴 去年 大马和越南的贸易总额达到133亿美元 其中 大马出口到越南的总额达到84亿8千万令吉 而越南进口大马的总额则是达到47亿7千万令吉 大马的总额达到5千万令吉